在1866年的时候透过这个植物杂交的实验呢 提出了他的这个孟德尔第一第二运动定律 也就是呢包括每一个性状都是有一对遗传因子呢所控制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显性隐性遗传因子啊等等的 这些内容 可是这些内容呢一直到这个1900年另外三位科学家呢 重复了相关的实验 然后再次把相关的内容发表出来之后 才受到重视 那因此呢当这个定理开始受到重视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想一个问题 到底孟德尔所讲的遗传因子是什么 也就是孟德尔透过呢遗传因子这个名词来解释他的定理 可是问题是这个遗传因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又位在哪里 所以呢西元1902年的时候 两位科学家呢就提出了他们的推论跟想法 这分别是呢一个叫做萨登一个叫做包法利 OK大家呢稍微知道一下这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科学家萨登 萨登 另外一个呢则是一位德国的科学家 好那重点呢是什么呢他们观察到了一些东西 他们也推论了一些东西 然后提出说 这个遗传物质呢应该是位在染色体上 我们先呢把这个学说的结果跟大家分享 就是呢他们觉得这个遗传因子 遗传因子应该是位于染色体上 位于染色体上 那这边其实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在1902年的时候 基因这个词呢还不完整 OK还没有这个词出现 这个词呢是一直到1909年 我们曾经前面有提过 是另外一个科学家呢提出来的 这个名词呢才开始被大量的使用 这个丹麦生物学家约翰森 如果呢你有看前面的影片的话 基因呢是到1909年才提出来的 所以当时他们还在使用的名词 其实是就是这个遗传因子 那这个遗传因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一直到了萨登跟包法利的时候呢 才把这个生物在显微镜下 所看到的这个染色体呢 跟孟德尔所提出的遗传因子呢 才连结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遗传的染色体学说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证据来提出说 遗传因子应该是位在染色体上呢 虽然我们现在都觉得这些事情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要想一下 当时他们并不一定知道 这遗传因子一定在这个染色体上面 为什么遗传因子不是在细胞质里面呢 或者是说遗传因子不是在这个细胞膜上面呢 对不对 都有可能嘛 那为什么遗传因子一定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里面 那他们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他们推论过程的 第一个点就是说 这个氢带呢可以透过金子跟卵子的结合 产生这个子带 就是金子跟卵子结合呢 去产生子带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遗传物质一定是位于什么 金卵之内 OK 所以呢 他们得到第一个结论是说 遗传物质 物质 必 存在 金卵之内 OK OK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他们就要想说 在梦德尔的实验当中 互换清代的性别呢 不影响实验结果 也就是说 互交不影响实验结果 大家还记不记得豌豆的实验 如果呢 我们将一个这个绿色的豌豆 跟黄色的豌豆 我们来画一下花好了 OK 各花一朵花 各花一朵花 然后如果呢 这个 瓷蕊 然后熊蕊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 我们画一个瓷蕊 然后还有熊蕊 OK 那有两种方式呢 一种是什么 取 比如说绿色豌豆的这个瓷蕊 熊蕊呢 去弄在 这个黄色豌豆的瓷蕊上 或者是呢 取黄色豌豆上的熊蕊呢 在绿色豌豆的瓷蕊上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谁当爸爸 谁当妈妈呢 生出来的这个子袋呢 都是一样的 最后呢 这个子袋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他们从这个护胶 OK 从护胶里面呢 推论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推论出什么呢 就是 金子跟卵子呢 对遗传的贡献应该是相等的 这很重要 金卵 对遗传的贡献应该是相等的 对遗传之贡献 应该是相等的 相等 那再来呢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当我们 到时候学到金卵结合 再多学一点呢 大家就会知道的 就是说 金子跟卵子呢 他们在结合的时候 事实上金子只有细胞核 进到这个卵子里面 跟卵子呢 结合变成受金卵 OK 所以呢 当金子 他跟卵子呢 结合的时候 如果卵子在这里 这个金子呢 最后其实 他的这个尾巴啊 这边呢 都是不会进去的 这边呢 都是不会进去的 等于只有头啦 所以金子跟卵子 长得很不一样嘛 那最后呢 他们的这个细胞核呢 会融合在一起 核呢 会 合在一起 好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又是金子跟卵子 产生受金卵 而金子最后 其实只会某种程度 提供他的细胞核 那这样子 我们的遗传物质怎么样 应该就要在细胞核里面啊 从这个点 因为金子其他部分 如果有带这个 什么遗传物质的话 可是金子的遗传物质 如果在这个尾巴这里 被丢掉 那这样子就 不会有这个什么 金卵结合的时候 然后遗传因子 又重新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 这样子推论 是比较合理的嘛 就是这个遗传物质 应该也要在金子的细胞核里面 所以呢 想法就是 遗传物质 在 细胞核内 细胞核内 那再来呢 当这个 科学家在观察 这个 减数分裂的时候啊 发现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染色体变化的情形呢 跟这个 孟德尔所讲的这个 遗传因子 分离的情形呢 好像是 蛮接近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染色体的减数 在减数分裂的时候 染色体的变化 减数分裂时 减数分裂时 染色体之变化 我们知道呢 在减数分裂当中 同源染色体呢 会这个互相分裂 在减数分裂时 我们知道 同源染色体呢 会相互分裂 那这个结果呢 其实跟孟德尔的 分离率 有点不谋而合的感觉 OK 分离率 大家还记不记不记得分裂率 讲的是什么 是讲到呢 控制这个 同一性状的遗传因子呢 它们会怎么样 它们在形成配子的时候呢 成对的遗传因子会分裂 OK 那这个呢 同源染色体会分裂 听起来其实很像 对不对 那再来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细胞在进行减数分裂的时候 非同源的染色体会怎么样 它们在分离时互不干扰嘛 互不干扰 OK 那这个互不干扰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独立分配率的时候 其实是蛮像的 跟这个孟德尔的独立分配率 是蛮像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独立分配率呢 讲到的是说两个不同的性状 由两对不同的遗传因子呢所控制 而在呢形成配子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两个不同的遗传因子的分离 不会受另外一个遗传因子的这个影响 OK 好 那这里呢这个第二点特别要澄清一下 那后来才知道说呢这个独立分配率啊 要成立就是什么 它们的这个遗传因子呢 要位在不同的染色体上面 我们这边呢要特别讲一下 OK 就是呢独立分配率要能够成立 就要发现是这两个遗传因子呢 要位在不同的染色体上面 也就是不能在同源染色体上啦 如果两个遗传因子两种不同的遗传因子呢 是位于同一条染同样的染色体 也就是所谓的同源染色体上面的话 那么它们就会被绑在一起了 关于这个东西呢等一下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影片来解释 叫做连锁群 OK 那在这边呢大家只要再次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初萨登呢 跟包法利他们的功劳是什么 他们确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孟德尔所讲的遗传因子呢 其实是位于一个具体的结构上的 就是细胞核里面的染色体 而他们的理由是分别是这四点 MING PAO TORONTO